副总理黄勋才说 我国将在数码和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加深同中国的合作 他指出 世界各地面对冠病疫情 经济前景不明朗 中美关系等挑战 我国将尽全力为区域增长做出贡献 副总理黄勋才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 致辞是说 尽管当前挑战和困难重重 我国将尽本分加强和区域国家的合作 将区域的发展引向和平稳定的道路 副总理也说 我国和中国在打造一个可持续 强韧和互联互通的未来 拥有共同利益 我们的目标已止 我有信心心中两国紧密的伙伴关系 能让我们在多个合作领域 维持强而有力的合作关系 携手推动合作项目 造福两国和区域的人民 我们在多个合作领域的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